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军团式的 穿一样的衣服 全是天蓝色 戴一样的帽子 齐刷刷的 然后法国高铁专门开两列专列 然后在那个嘎那和尼斯和摩纳哥定了79间酒店 4760个房间 然后在巴黎就是100多个酒店 然后呢就是因为规模太过惊人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 我说法比尤斯 这乌云和鱿鱼差不多 法比尤斯 是谁啊 是个球星是不是 法比尤斯 法比尤鱼斯 法国外长鱿鱼斯接见了这个董事长李军元 这个是中国的某一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庞大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他们 你瞧 游行啊 你没见过这个 整齐 甚至他们出现在尼斯海滩的时候 把全部海滩占满 法国的警察持枪保卫他们 你知道吗 就是你瞧 他们这是在哪活动啊 就是 这是海滩了 这就是尼斯了 尼斯的海滩的特点呢 它不是沙滩 它是石头 尼斯的海滩 这个叫天使海滩 那些人呢 晒太阳 他就睡在石头上晒 我说 你烤肉啊 他们现场请来了 请来了世界吉尼斯总部的人 来帮他们核对 他们创造了一个吉尼斯记录 就是说 这么多的人 拉出一个英文的句子 让世人看 就这么 最多人数拉出的一个人链吧 拉出的英文句 这是他们的领袖 李金 李金元 这模样真是有气场 这李金元呢 号检阅 他们在尼斯海滩干什么 我忘了说了 李金元坐着二战美军吉普车 来检阅他的部下 检阅这支军团 后边还跟着几十辆 二战的军车 为什么 就是他们上尼斯海滩 6500人去干什么去了呢 因为是欧洲二战胜利纪念日 当初 他号检 这是另外的 这可能是在国内 你看他穿着中山装 人们就是说 怎么没换成红旗 就是差点事 坐了个奔驰厂蒙车 但他穿的是那种 但旁边是警察吗 还是他们自己的保安 应该是警察吧 我觉得 应该是 像警察 这可能是在国内 这可能是在国内 国内的警察 这个人好这口 这个人好这口 他搞这个事 不止一回了 你知道吗 他 不是国内 不是国内 说是外国车牌 那外国警察吗 还是不会 可以的 外国的警察腐败的很 给钱就行 不不 这次真的是法国警察 大举出动啊 人家法国 中法友谊 法国人的境界 跟香港人真不一样 法国举国欢腾啊 好啊 拉法业 老佛爷 专门控制 批出一层来 给这帮人办退税 那天就全部接待他们 但他们就 就花钱消费啊 把卢浮宫也包了 不 卢浮宫专场 卢浮宫专场 卢浮宫别的游客别来了 就全 招待 就是全部他们 全归他们 对 而且是原来他们的行程啊 本来要去伦敦和 和罗马 这法国人劝他们 就别去别的地方 就在我们法国 把钱全部留在我们法国 欧洲现在经济危机啊 就了 这就是九汉 不是 这就就 及时雨啊 这就是 对于法国来说 法国舆论一片较好 哎 人家法国 所以我就发现啊 真的 就是说 洋气的地方 人家不会嘲笑你土 法国报章 没有说咱们土的 人家看乡景 都是正能量 全是正能量 说太好了 这个 我们到我们这消费 而且李静元接受采访 骂的反倒是国内的 国内的有些人 我觉得你是不是 有点什么心理呢 就是说土鳖啊 土豪旅行团啊 到那边现眼去了 但是法国媒体的反应 基本都是正能量 就是说的非常好 然后呢 李静元接受了 这个报纸的访问 说我们这次活动 非常成功啊 垃圾都随身带走了 就是 哎 这东西挺有意思 嗯 我觉得这点做的还挺好啊 你最后把这个垃圾都带走 我不是以前都觉得 好像中国游客在外面挺 就挺丢人吗 他能做到这个 我觉得还是修正一下 这个形象 我虽然不了解李静元这个人 但是我甚至都能想象出 他在世事动员大会上 就会讲一些什么话 他不一定会讲这样的话 我们出去 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对吧 中国那些游客 不明明的行为 我们就要给他矫正过来 我们到哪去啊 不能随地吐痰 就是要给这个国际上看看 我们中国人的什么什么 美好形象 他肯定这么鼓动 而且他是整齐化 你知道在海滩上 这六千五百元 口号就喊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口号就喊了两个小时 这是什么情况 塞太阳的人都这么吓走 所以刚才你看到那石头上 没什么人了 石头上没什么人了 平常那个地方很多人 有人也挤孩里去了 他哪还容得下呀 欧洲哪见过这么多人 集体集会呀 你这六千五百元 话说回来 这也真是挺创意的 这本身是个艺术品 行为艺术 这是个行为艺术 我还真没见过旅行 游客排这么长队 以前纪律性比较强的是日本 日本呢 我们都讲过一个故事嘛 就是说看到一排日本的女的排队 那有中国人跑过去以为有买便宜货嘛 你知道中国人的特点 上海人的特点是 你先排着我到前面去看 是买什么 跑过去一看 原来是个男厕所 一排女的排着 为什么 带着导游 带着帽子的导游出来 走 他们就继续走了 排队的人白排了 见过的只有这样的场景 一起这个六千多的 真是不能比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大家听上去 我觉得一开始 我就像那个甲方乙方 那个电影嘛 有点那个不伦不类 但你再一看 皆大欢喜啊 没有什么 没有人在不高兴嘛 他们也高兴 那些人去玩也高兴 秀他们买的那些那个手带 然后法国人也特别高兴 那乡学里协的那个 LV总店开心思 那LV总店现在 就是以中国个人为主 下面进去一筹呢 都是会讲中文的音乐员 本来就是 在欧洲 不过他也容纳不下六千人 有很多分店 对 一百人 我跟你说 你以为六千人算多的 这不是记录 另一家直销公司 在前几年创造了 一万六千人 到迪拜的记录 你记得还有一家 人民日报说过 就是说涉嫌违法的 一家直销公司 曾经组织过七千人吧 还是多少人 也是到外国 你知道当时 人民日报的评论很有意思 因为那一家 就是直销公司 不是非法的 就是你有合法的 这个手续的话 但是有的 涉嫌违法的直销公司 组织这个活动 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 当时说什么 说 这是利用这个集体 这个搞成功学 在这树立榜样 这是利用群体心理 进行洗脑的行为 我说人民日报 对这事熟啊 但他很聪明啊 他也没有在国内 好像也搞得少吧 人家都去国外搞 他就知道你在国外 人家就把你当成游客 就欢迎你嘛 我就说我经常发现 中国的民营企业 他们身段很灵活 就走得特别前面 特别快 马上知道外国什么形势 现在需要什么 光就去了 而且经常搞得很成功 不光在这个方面啊 我就举个例子 我那时候在利比亚的时候嘛 那还打着 然后有一个中国的 电信公司 就不要说名字了 就很大 说的都撤了 不是很多人都撤回来了吗 他派了两个人回去 潜伏在那里 就一个人呢 在这个首都这边 就跟着这个 就是这个卡扎费 另一个人已经潜伏到 叛军那个 就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在看谁会赢 跟谁去做生意 就还没仗美打完 在叛军那一方的协议 好多已经 已经都拿到手了 你知道吗 就他们特别灵活 特别会知道 外面的机遇在哪里 然后你中国干不成的事 夸我去外国 我就能做到 民营公司就是这样子 中国人是牟略嘛 孙子兵法来的 叫王蒙讲话 中国人细路的宽 是吧 玩什么 不能玩 当年你说 你让天安门广场 咱欢迎毛主席 这些路子咱也行 但是到了今天 咱组团上外国去 是吧 我那天想象到一种什么 他们说 这个事情里面 没有谁受到伤害 对吧 那不是说不也是一好事吗 于是 但是你知道 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 一个幻境 我觉得中国人 将来可以组成一种救世军 现在全球经济凋零衰落 你比如说要人组织 真有钱 大老板 你要有寻星 让人组织一十万人的 二十万人的 旅游巨型旅游团 就是到你那花钱的 哪个国家经济有困难 这只救世大军 动作整齐化一 哐哐哐哐 就到你们国家 哐给你们全买了 那不太像黄虫了吧 三明星 黄虫就是飞过来 把那片田里的东西 全去的 你相信十万旅行台离开的时候 巴黎就啥都没了 黄虫是糟蹋人家的庄稼 人家就是送钱给这个 所在国的 巴不得 巴不得吗 那家伙 你说外国人觉得这 这事都是雷锋吗 对吧 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人民这样的来支持我们 他能所以外长这个 犹豫丝出来了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 他这次这个活动 也把这个 就是 法国的媒体改变了 法国的媒体 别的内容也被挤走了 像当地的尼斯晨报 用头版和二三四版 一二三四 四个版 头四版都在报道这个 这个活动 然后说 蔚兰海岸变成中国人散步大道 然后这个 德国全球新闻网 说的也挺逗 你看德国人也会联想 德国全球新闻网说 就在莫斯科举行 史上最大阅兵时 宛如一个军团的 六千多名中国人 组成的方阵 出现在蔚兰海岸时 令人颇为惊愕 但也让并不景气的 法国海滩顿时 忙碌起来 五百米的街道被挤满 他们组成了一个 夸自己的英文句子 原来是跟普京在抢戏份 对 创造了吉尼斯 以人体拼写 最长句子的记录 拼了一个什么句子 我不知道什么句子 什么 他们公司的什么微笑 在你 就他们就是 他自己的 就是中国这个后现代 你就没法说 就他这个活动是什么 就是庆祝我公司成立 二十周年 即欧战胜利纪念日 七十周年 这个世界的舞台 那么宽广 我们随便往哪一站 都是戏 他把他自个儿 跟地球另一边 他这么联系起来 他一点不觉得 逻辑上有什么不通顺 而且你知道 中国人评论很有意思 中国人鸡贼 说他在法国尼斯海滩上 你注意到没有 为什么要听英文的句子 法国人并不爱弄英文 所以说 他是给国内看的 或者说 他是做宣传的 做宣传 他要 这本身 这是多大的一个广告 他这个公司 据说要承担多少 九千万 九千万人民币吧 好像说 九千万人民币 就出这么 承担这趟旅游 就是说 这些去旅游的人 不是完全自己花钱的 公司 他自己不花 怎么会自己花钱 直销公司 徐老师 全是包的 你知道 他 就是说 他等于是免费旅游 免费的 你以为都是奖务 我也参加 直销的 他在柏林的一个体育场 也搞过 李静雅二世 从直升飞机上 从天而降 山呼海啸 日月神教教主 降临了 你知道吗 他就而且真金白银 为什么他们狂欢 那天我还说 你知道发奖 这直销公司发奖 我觉得就惊呆了 这个2002年 柏林 就那次活动 就是从天空而降 就说我们给有功之成 发奖 李静雅董事长 为成绩 直销成绩优异者颁发了 我跟你说 这么100部宝马高级轿车 43艘游艇 32架飞机 但这个维护费很贵 32架飞机 还是有飞机 不知道是直升飞机 还是玩具 还是家用 家用卫星飞机 这是真飞机 撒农药的飞机 那种户人飞机求婚的 对 还有6栋豪华别墅 这是发奖 没有 但你这样相比之下 他旅游其实还真不算贵 而且我最近发现 因为中国人出去旅游 这个基数实在是太大了 他旅游的成本 就下降的特别多 所以也导致 你现在全世界 看到中国人在旅行 我前段时间 不是在欧洲 一天在瑞士 在日内瓦湖旁边 我就很惊讶地 我发现 好多老头老太 中国的 就不是我想象当中 中国人出来旅游 应该可能中年 怎么样 而且都是 二线城市 他们组的团 那种 就是老头老太 退了休以后 那种 好多人在那散步 而且他们在当地 他好像吃东西 就也不太习惯 我听他们在讲话 他们一直在说 也就是意大利面 还能吃点 就跟我们那儿的面条 差不多 别的他们也吃不惯 后来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怎么来的 他们组团 一个团一个人 一万多块钱 欧洲十国有 机票 酒店 全包了 你说 这多便宜 所以大家都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你们刚才讲的 对 这事实是双赢 大家没人吃亏的 没有人吃亏 说是那个 那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有个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跟中国人谈 谈了半天 他们说 说双赢 他说我才理解 他们讲的双赢的意思 就是说 他这次赢 下次还赢 世界上其实很少 有双赢的事情 但是这个就是双赢 因为你 我们先不讲别的 就这些公司的人 他们到外面去走一次 他看到蔚蓝海岸 他旁边就是 甘纳 他们这个海滩 他海滩上有很多人 不穿上衣 他们至少回来 他对于道德的眼光 对那些人 也不是流氓 他在海滩上就可以 而且男男女女就这样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 一种思想的 思想的改变 我觉得挺好的 只是这个形式 有点特别 有中国特色 那个我最近 到哈佛开会 其中有一个演讲 是一个基辛格的 翻译顾问 就是他一直在中美之间 做很重要的外交的工作 他那个 就有 听的有很多 中国的留学生嘛 就很急切地提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读完了以后 待在美国好呢 还是回中国好 就是请他提建议 他就说 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讲的很精彩 他说 都好 他说这个真是双赢 他就讲了 刚才那个话的意思 他就说 你不管你待在美国也好 你回到中国也好 你们已经帮助了 改善了中美关系了 所以说 你们以后再不会 站在完全纯粹的 中国角度看美国 以及站在纯粹的 美国角度 敌视中国 所以说 你们不管在美国 你们的小孩 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整个生活 你们就会改变两个国家 以至于世界上很多 很重要事情的关系 对对对 我想到对英文 他们经常说 当你的眼睛睁开 就不会再关上 就你看见了 就不会再关上 所以他这个军团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 我认为他们这个军团 睁开眼睛 可能看见的 还是李金元 周围的人 感妙会 你肥洗了脑了 人家也去卢浮宫了 对 那个蒙南丽莎也看见了 但是他们想到的是李金元 我现在对这个李金元 很感兴趣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人类历史上 所有千万人整齐划一 他的对面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人 你想到这种现象 还非常有意思 所有的千万人整齐划一 他是一个人的意志 他是对 他是以一个人为核心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 非常有意思 我不是说他有什么 不对或者不好 这是人类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主要生态 你如果我们讲五千年 至少四千多年 你说中国人吧 还是全世界都是 这个君主制是一个主要的社会 我跟你说 你能 你比如说你能想象吧 比如说比尔盖茨 或者说是那个扎克伯格 对吧 他也是那么多企业创作成绩 他给他员工奖励也应该很大 你能想象的他把他全体的 或者乔布斯 苹果全体员工 咱们到中国长城 斩满了 然后喊两个小时筹号 这是他们的传统做法 对吧 但是他做的只是更高明 他根本不用人 他设计他的这个这个program 设计他电脑里边的东西 使你们每个人的脑子跟着他 他也有造神的 你这个比尔盖茨 使得我们每个打开电脑以后的这个屏幕 那个声音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在受他的这个影响 扎克伯格那时候去见那个投资人的时候 他的一个朋友就给他 然后就出主意 说你别穿特别好 你穿个睡衣去 穿个拖鞋 然后就显得你就是那种硅谷奇才 你有份 他就公益穿了个睡衣去 然后就拿到钱 就是说你以为他们就不造神吗 他也造 只是你刚才讲这叫什么 李什么 李金儿 这个比较粗糙一点 初级阶段 不不中国特色 那你要他穿睡衣也不可能 我觉得很满足 是吧 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 这样是不是都很满足 你说这跟毛泽东时代有没有关系 当然 必有关系 他这个年龄就是那时候过来吗 必有关系 就是他这个骨子里 我觉得是存在这样一种幻景的 而且直销和成功学 其实在中国经常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口号 捆绑在一起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就有些 哎 您呢 都被政府取缔了 你知道吗 他还在课堂上讲啊 我们要跟着党走啊 是吧 社会主义 我们都爱国 那边都把你取缔过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情况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说他就是既然法国认为好 我肯定认为好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对谁都没有坏处的事情 对啊 但是你知道 比如说你说他卢浮宫 他们去卢浮宫 可是我认为他感到的也许不是卢浮宫的艺术品 而是感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人多力量大 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自嗨的心情 就你看我们 而且看到了莫娜丽莎 最近被考证是中国人 哦 也看到了 团理议员 是吧 就是哎 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 就是说他受到鼓舞 所以媒体的评价就是说 这是一种成功学 直销公司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 就是让你看到啊 你这个因为直销 其实你知道吗 这些这六千多人呢 是员工就也是他的顾客 直销都是说看你给这买了多少东西 你买了多少东西 你再拉别人 你再买 甚至还有人说 这老鼠汇是吧 不好的例子就是老鼠汇 但是呢 就是说呃 他们也有人讲说 这六千五百人背后 还有六十五万炮灰呢 就是他也 但说是他公司的那个一半员工都来了 也有人说是这样 对 就是说直销公司 他靠什么鼓舞你 有这个向心力啊 就是创造这种奇迹 你看哎呦 真了不起 然后你看我们董事长 就是 人物 对吧 不是一般人 领袖 跟着他干 没错 那那所以就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事业 就更有自己的信心 这本身就有这么一个 跟你说的这个奇迹 最好成对比 我据说 但我自己没看到 据说是卢浮宫外面 贴了一个 呃 就是只有用中文写的牌子 不准随地打小便 对 我也看到 但我自己去还真没见着 好有行的吧 不是随便土壇吧 不是 不是大小便 是土壇 但是是我看了一下 上面其他文字的 就没有这一条 对 只有中文有 我我我还试着拍过 我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说 只有中文的一个警告 旁边上面英文的就没有 英文的是别的 我是在那个欧洲教堂里 经常见那个 写着中文的 就是不要大声说话 嗯 对 不要不要大声这个喧哗 哎 这个最近啊 我看有一个人提出一个观点 也挺有意思 他就是说啊 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旅游官员 也是在说 说中国的游客呀 到外国呀 你一个人就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言行 但是我看这篇文章 这个人的角度很有意思 他说一个人呢 代表不了国家形象 对吧 也不必那么大惊小怪 就是说 难道说你看见一个 比如说一个英国人 在中国街头大小便 那么难道你会认为 英国就不是那个绅士之国 你还是觉得英国是绅士之国 你不会从这一个英国人 去认为他这个整个英国是这样 而且我从他这个想法再进一步啊 我就发现 单纯要求中国游客到外边怎么怎么着啊 你也要警惕 又再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国民呢 做这个两面人 做这个一个一种演员 我觉得啊 这个他在国外啊 实际上人的气质 人的言行举止 咱都知道那是能装得出来的吗 装不出来的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倒觉得 哎 你只要别别别别大声说话 别真是你别别别伤害别人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范 你就有你自己的范 真的你要改变 也要从本上改变 你应该学习在国内 你就做文明的国民 你干嘛到国外去 会有就让他们到国外做文明国民呢 我觉得真要治本的话 就是我们应该入手开启民治 对吧 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希望他在国外怎么做 你应该希望他在国内就这么做 你他真的变成这样一个 谨守现代文明的一个公民的时候 你还用担心他在国外吗 你现在就是说 现在造成了一个意识 就是说 出去旅游 出去别把人丢到外头去 因为中国人讲究面子 那你不是就是虚伪吗 那意思他在国外就装蒜 回到国内 他还随地大小便 那就好吗 我认为他不如就别装蒜 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国内不太好办 那个气氛 就像你说你去深圳不是像什么 那个牧人回到了草原吗 他在国内气氛不同 不是 我觉得还得 开刀铺的拉链 我觉得还得靠李建元 还得靠李建元 看来李建元能让他们 决定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上十万之东 这是李光药吗 是李光药吗 是李光药吗